我現在在大X的工作 大概有一個interview Hello 很久沒有和大家坐下來聊天 我剛剛有一個interview 完了就順便拍一段影片 和大家update一下 我在這三年英國的工作經歷 而且最近也重回到這個找工市場 也有幾個找工的tips 我也覺得挺有用 和大家share 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看我這一類內容 又或者想知道更多英國的生活 也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你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 好事不宜遲 一個月七月已經在英國留了三年 其實這段時間長不長短不短 我都做了兩份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 大家之前都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其實我是在中部做marketing 那份工作其實就是很好的機會 讓我踏入英國的工作社會 那段時間也是挺開心 做的事情不算特別 更加多的時間就是和同事去溝通交流 過了一年半之後 因為我們都想回到倫敦 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加上我也有很多好朋友 都在倫敦那裡住 所以就搬回到倫敦去找工作 第二份工作其實是一份contract role 做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為什麼我會找contract呢 其實我那時候也是有找perm的 我看到那些工作內容我都比較有興趣 加上那間公司是大公司 我覺得會學到很多東西 考慮完之後我就apply了 在講這些之前 我就講一下我做了什麼 我就是marketing 香港的marketing 和英國的marketing 我會說是有點不同 這裡有兩個大group可以這樣分 要是general marketing 你會跟很多不同的團隊合作 順利地去完成不同的project 另外一些marketing role 就是很專門的 例如SEO paid media email marketing operation 等等 我就是做前者 就是general marketing 我那間公司是一間金融的公司 金融的家是做general marketing 其實可想而知競爭其實都很大 基本上general marketing 在英國絕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做的 因為你有很多要溝通上面的能力 其實本地人是聖任很多 再加上在金融這一行 更加不diverse 我個人覺得 所以其實這份工一開始 我都有很大的初置 到這間公司 其實人們都不認識你是誰 要好好地跟他們一起work的時候 有效的方法對我來說 就是跟不同的你將會work的人 約一些時間跟他們聊天 讓他們知道你是誰 你想怎樣跟他們work 透過這些小小的聊天 就為你之後做事打好基礎 對我來說是一定要去做的 加上其實marketing campaign 裡面有很多位置是比較複雜 你可能會牽涉很多不同的人 你怎樣可以知道 你要跟哪些人說他們要做些什麼 而那些人怎樣去交貨給你呢 我一開始都不知道 怎樣是一個最有效 跟他們去work的方法 我怎樣做 就是我會問我marketing team的同事 我的team同事有八個人 除了我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英文為無語者 問他們通常會怎樣跟別人work 我覺得如果是適用的話 我就會吸取 然後用這些方法去跟其他同事去work 有一些project 可能需要多些人幫忙 都會自告奮用去幫他們 因為在這些情況下 你就會知道不同的同事 他們做事的style是怎樣 你就會慢慢去了解 在這裡的工作文化 適用的我就會自己去學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 要學會怎樣去做完事之後 告訴別人你的貢獻 在我之前那間公司 每個人在年初的時候 都會設一些工作的objective 到年尾 大家就會跟老闆去review 你這整年有沒有達到那些objective 你的bonus和人工都可以有得商量 我通常做完一些project之後 我都會發一個email 跟他們說這個project完了 有什麼結果 多謝哪些人 重點就是告訴別人你的貢獻 更加重要就是這些是一些proof 可以跟你老闆說家人工 或者是bonus的時候 是一些很好的證明 第三件我學到 或者是build up到這些習慣的 就是networking networking也是其中一個 進入這間公司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在大公司 他們都會有很多這些 networking的event 你可以跟很多不同team的人 去聊天 去交換network 令到你拿見的人物慢慢慢慢的增加 在英國的工作環境裡 開始建立你這個人物 是非常有用的 最後我學到的東西就是 在開會的時候 我都會寫下一些同事說phrase 或者一些slang 不明白或者沒聽過 我都會寫下 因為我很多的同事都是本地人 很多時候他們說這些slang或者phrase 我都不太明白 所以我就會 寫下之後 把它放在手機裡 有空就會看看 看得多 下次他說 我就知道他說什麼 通過了一年之後 其實我現在就contract完了 重回找工作的市場 大概運了兩個月工 so far就apply了80份工 大概有8個interview 找工作的這段時間 發現到有4個我覺得很有用的 找工作tips想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有一段影片 是說找工作的tips是基礎版 還沒看 可以在這裡按下去看看 第一個就是chatGPT chatGPT大家都不陌生 找工作一定會用 我在YouTube看到很多不同的影片 找到很多不同的prompt 自己去adjust了之後 我覺得挺有用 大家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看看我下面的box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很基本 但是我以前是沒有做的 我最近才開始做 就是把linkin的network變成500家 為什麼呢 其實是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個 通常找工作的時候 公司都會叫你 給你那個linkin的link 他們可能會想知道 你究竟在linkin的network 多不多 去衡量一下究竟 你個人在這個行業的影響力是怎樣 但這個不是一定的 我會去ad加我以前大學的同學 或者是以前的舊同事 更加多的就是 這個英國的recruiter 通常你的linkin profile 旁邊有一個1、2、3 即是說你找到那個人 有沒有一些meutual connection 有些就是沒有 那就是第三個裡面 那major就會找人的時候 找1或者2 當你的network多的時候 你出現在他們的list裡的機會越大 第二個500加的原因就是 你如果在linkin上連繫一些 跟你同行 不同公司的人 他們通常都會 在他們的linkin上發送 請人的信息 而這些信息可能是 他們不會在linkin 請人的ad去拿 那最後一個提示 我覺得也有用 還有沒有用的 就是開這個linkin premium 它當中有一個功能 就是email 就是你可以 send message 給不同人 當我遇到一些工 我是覺得很有興趣 我很想跟recruiter去說幾句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email的功能 我就很簡單地說幾句 我是什麼人 我怎樣去match到你的工作 還有有興趣就找我 通常我發送給他們 大部分人都是不回應你 但也有試過有人回應 應完之餘 很快HR就會約你interview 也算是有用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這就是我覺得挺有用的找工作 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樣 在英國正在找工作 希望大家都可以盡快上岸 其實找工作也是一件很漫長的事 有時候可能會很氣餒 當你遇到這些情況 可以停一停 出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特別是現在的天氣非常好的時候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類型的影片 就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會見很久 在這次的影片 我會拍攝一下